人呢 妈 请问一下 拉走的什么人 不好意思 我也没看清了 是个小女孩 大概十来岁左右 妈 妈妈 那十来岁的女孩多了去了 不一定是文娟 对啊 那个岁数女孩长的都差不多 对啊 喂 我在丰华别墅区看到文娟了 你说真的假的呀 幸运有你吧 好好好 谢谢你啊 谢谢你啊 卫皇 我朋友打电话来说 她看到文娟了 在哪儿 在风华小区 离这不远 风华小区 哥 你上次是不是去过晶晶家 你是怎么去的 她家在哪儿啊 你问这个干嘛呀 你要找晶晶吵架呀 我才不理她呢 你快告诉我在哪儿 那你先告诉我你干嘛去 我想爸爸了 我想去见她 妈 我想起来了 今天就住那个小区 文娟还问过我呢 估计是去找爸爸了 哎呀 怎么没想到呢 快走 走走走 你们回去吧 快去吧 快去吧 行行行 我们去找 我们去找 你们出院车啊 文娟 你来这儿干什么 你来这儿干什么 爸 我要和你住在一起 真是 我跟你说 这儿的保安就是试连 想不起人啊 哥一般哥都不来 说够了没有啊 说够了没有啊 说够了没有 妈 就是这儿 就这儿啊 大致 那个 要不然你们就别进去了 我跟浩华去就行了 这么多人去 我怕弄得太复杂 你你你跟李庆祥都离婚了 你你这么进去 何娜娜要难为你怎么办 对啊 红姐 那女的咱都见过 那就是一泼妇 对对 红姐 你看我们俩一战 就是连私人保镖保护您安全 谢谢你妈 没事的 我们俩进去就行了 你来这儿 你妈知道吗 不知道 我没告诉她 我就是不想和他们一起住了 才跑出来的 怎么了 你妈她打你了吗 我这儿就去找她 没有 她没打我 她没打你 你干吗离家出走啊 爸爸 我想和你住在一起 文娟 乖 听话 赶紧回家 要是你妈回家见不到你 她多着急啊 她才不管我呢 她怎么会呢 你妈就是忙了一点 她很爱你的 你体谅体谅她 我不管 我不管 我就是要和你住在一起 文娟呢 如果你不想去的话 你就跟你妈说嘛 就在家写写功课呀 读读书 她不会强迫你去的 可是哥哥要去啊 就我一个人在家 我会害怕啊 文娟呢 你真正在这儿呢 你说你到这儿来 怎么不跟妈说一声呢 你都不知道我有多着急 赶紧走 跟妈回家 我不回去 原来我们这门口的保安 也就是个纯摆设呀 不长眼视吧 什么破人都给我忘你放啊 不是你说什么呢 好话 文娟 走 跟妈回家去 我不回去 文娟 你妈都来了 赶紧回去吧 我不 文娟 我不 听爸爸话 赶紧回去 不想回去 不想回去 欣慰的 原来你这两个孩子 私闯民宅的这活 是跟你学的呀 学的还真好 挺好的宝贝啊 长大了不愁没饭吃 和娜娜 今天我不想跟你吵架 文娟 听妈的话 跟妈回家去好不好 我跟你说了 我不回去 不是文娟 你怎么这么不懂事 这是人家家 你还赖着不走啊 我才不愿意回到 那个破房子里去 那再破也是你自己家呀 这儿又没有人要你 我爸在这儿呢 这就是我家 他已经不是你爸了 你 浩华 听到没有文娟 你哥都说了 他已经不是你爸了 这儿也不是你的家 卫红啊 你女儿怎么这么赖呀 文娟 听话 跟妈回去 我不回去 那儿没好吃的也没好玩的 就是不回去 你只要跟妈回家 你想吃什么 妈给你做好不好 你骗人的 我看你还是和爸和好吧 不要再分开了 有事啊 你看这娘俩一唱一和的 演戏给谁看呢 这个意思是吧行 这样吧 一家四口 你们和好吧 端远 我这房子呢 给你们住啊 我也不掺和了 我跟晶晶走 行了吧 咱们俩走 住着啊走 妈 这是咱们家 我们为什么要走啊 我不走 文娟 你到底走不走 我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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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走 文娟 你别再闹了行不行 跟妈回家 我不走 走 我不走 不走 你赶紧跟我走 不走 算了算了 你们回去吧 赶紧回去吧 回去 打碎东西就走人呢 那么轻松那么潇洒 不用赔钱呢 那那行了吧 这花瓶值不了多少钱 算了吧 闭嘴 赔 多少钱 不多 一千二 妈 别怪 一千二 收拾 不用了 文娟 回家 我爸 我爸 慢慢走 我家里东西可跪着呢 再打你赔不起 听到没有 你 何必呢你 文娟 你说你在那儿有什么好的 那又没有人欢迎你 咱家虽然穷了点 你 再怎么着 我和妈也都很关心你 多好啊 可是家里没有好吃的 还没有好玩的 房子那么久 文娟 妈到底做错了什么呀 你要这么对妈 是你爸对不起咱们 对不起这个家的 妈一再地忍让 一再地给她机会 可是她不要啊 就连那个女人到夜市去 那么侮辱妈 妈都忍了 妈为了什么呀 还不是为了你们 为了让你们有一个爸 有一个完整的家 是你爸不要咱们 他不要咱们这个家的 妈才放弃的 你懂不懂啊 妈 文娟可能她挺小的 她 她可能听不太懂 听不懂 听不懂 学会懂 我告诉你 文娟 这辈子就怪你命不好 你就生在我们 这样的人家里 你没得选 除非你不要我这个妈 妈 你别说了 文娟她知道错了 文娟你赶紧跟妈说对不起啊 不是 我觉得你倒是说呀 不是 我觉得你知不知道 你知不知道 妈冒了多大委屈 来这儿的 那个女人就是咱们家的仇人 妈根本就不想见到她 妈来了 为了你见了那个女人 你知道妈来的时候 有多委屈吗 妈 对不起